不管是谁,面对强者的时候,都总是有很大的压力,心里有负担,而对那些弱者,却表现得爱理不理的样子。 有种人,喜欢把自己表现得很卑微,以为这样就能够讨好别人。 其实,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,真正决定人际关系的秘诀,在于自身的实力强弱,而不是靠一味地当舔狗。 当自己太弱小的时候,你的隐忍和退让,只会被人当成是懦弱的表现。 即使在自己的家中,赚钱多一点的人,说话声音也可以大一点。 犯了一些小错误,你们也是打趣和调侃,而不会当真。 记住,当赚钱能力很弱的时候,不管是谁,都可以对你指指点点。 一,必须要多说好话,不管是谁,在什么样的位置上,都只爱听好话。 即使是你认为的实话,没有一点说话的技巧,也很难让人家接受。 很多老实人,想不明白那些渣男,为什么女朋友坏了一个又一个,自己到三十岁还是孤单一人。 其实,再强势的女人,也是喜欢听甜言蜜语的。 那些渣男就很懂这个道理,山盟海誓张口就来,怎么可能不把女人哄得团团转吗? 只有真正的聪明人,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,不会去听他说了什么,而是看他到底怎么做的。 再穷的男人,也是喜欢听恭维话的。 不信你去找个混得很差的朋友,说他一个月拿三千块钱的原因,都是太懒造成的。 可能对方,想杀了你的心都有,越是贫穷的人,自尊心越强,更听不尽实话。 所以,我们必须要尊重那些穷人,让他们永远活在谎言中。 二,做人要会装糊涂现实生活中,很多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,也不应该分得清清楚楚。 如果学不会装糊涂,当你把窗户纸捅破的时候,先倒霉的肯定是自己。 那些高手,最喜欢用人性的弱点,去控制别人,来实现自身的目的。 在这个世上,谁都不比谁傻。 如果你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傻子,那么只有一个可能,真正的傻子,可能就是自己。 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老油条,都懂得一个道理,必须要懂装糊涂,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滋润。 水至轻,则无余骂。 三,做人就要视力点。 很多人被别人骗了之后,总是喜欢把责任归结为对方的原因。 其实,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。 就拿感情来说,那些渣男,喜欢用甜言蜜语去哄骗女人。 可是这时候,作为女人来说,如果自己视力一点,去索取真金白银, 很多渣男,就会原型毕露了。 因为说好话的目的,就是想通过最小的成本,获得最大的好处。 他们的心里,根本就没有想付出实际的行动, 更不要说掏出真金白银了。 所以啊,在考验别人的时候, 一定要视力点,才能看清对方的真实面目。 很多男人,自己赚钱能力太弱, 想和别人结婚,却不愿付出彩礼。 这时候他们会说,是对方太过视力了, 眼里只看钱。 很多傻女人,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视力之徒, 就会选择不让对方付出过多的金钱。 像这种情况,即使是结婚之后, 可能过得也不会很顺利, 更不可能白头到老了。 赚钱,本来就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。 如果连赚钱的能力都没有, 拿什么去给对方幸福? 很多人就是喜欢自欺欺人, 在结婚之前赚不到钱, 认为他在结婚以后, 就会发愤图强, 可是你用脑子想一想,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出现啊? 单身的时候,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 也没有太多的负担, 都不把时间放在赚钱上面。 等结婚之后, 有了压力, 更不可能承受得住。 大多数情况都是直接崩溃了, 然后破罐子破摔,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喜欢打老婆的男人, 想让自己不被别人伤害, 就必须用物质来要求对方。 四, 虎脚蛮缠没有一点用处一个朋友, 女的, 说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人聊骚, 内心非常痛苦, 但是又不想失去她。 所以她问李舟,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? 大多数人碰到这样的事情, 可能都会选择胡搅蛮缠, 一哭二闹三上吊, 想用这样的方式, 让对方改过自新。 其实, 这样做肯定是无用功, 不但不能让对方改正错误, 只会让他觉得你离不开他, 在以后的日子里, 甚至会变本加厉, 正确的处理方式,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 他不是喜欢和别的女人聊骚吗? 那你也可以找一个男性, 经常给他点赞和聊天, 而且不让对方知道内容。 只要你这样去做了, 才能看出对方, 是不是真的在乎你。 如果他真的在乎你, 肯定会有很强烈的反应, 就会逼迫自己改变以前的行为。 要是他的内心, 根本就不爱你, 可能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 像这样的人, 就要当机立断, 根本就不应该和他继续在一起了。 俗话说, 长痛不如短痛, 做人啊, 千万不能自我欺骗, 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, 任性, 无理取闹, 一点效果都不会有的, 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加优秀, 让对方感觉失去你的代价太大, 才能减小背叛的几率。 五, 没人承认自己太差, 大多数人都很排斥那些优秀的人, 更喜欢比自己更差的人来往, 因为在优秀的人面前, 会显得自己非常愚蠢, 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, 谁都不想承认, 自己比别人差多少, 但是我们别忘了, 如果想要更快地成长, 就一定要改变这种想法, 只有和更优秀的人在一起, 看他们是怎么做事的, 看他们是怎么思考的, 才有可能让自己更快进步。 如果你是凤凰, 长期和鸡在一起,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, 你比他们更加优秀, 但时间长了, 只会被他们同化。 同理, 如果你选择长期和沙雕在一起, 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心理满足, 但总有一天, 也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沙雕。